数万人夹道沿途泪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人生最后一程 台湾时间11日晚上11点左右 从巴尔莫勒尔城堡出发 历经6小时约290公里的旅程后 披着皇家旗帜 女王的项目灵就抵达爱丁堡 其实她是很无聊的女人 她是一个美女 大妈妈 大妈妈 我失望了她的机会 在河里路德宫停放约十多个小时后 12日晚上约9点35分 由国王查尔斯三世迎领母亲临舅 包括安妮公主安德鲁与爱德华王子等人 也将沿路步行尾随临车 前往车程约20分钟的圣吉尔斯大教堂 估计开放民众瞻仰24小时后 13日载由皇家空军以飞机载运 估计约45分钟航程后抵达伦敦 再用临车接送前往白津汉宫 14日开始 女王灵就将安放在国会大厦西敏 听工民众瞻仰仪容 19日在以往西敏寺 于早上9点举行果葬 目前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亲口表示确定会出席 包括全球国家元首欧洲王室与政要等重要贵宾参加 因此抵达英国不得使用直升机移动外 因安全检查与道路限制等理由 参与的贵宾只能与配偶或伴侣 且一律搭乘巴士前往西敏寺 坠宝维安滴水不漏 让女王人生的最后一场仪式顺利圆满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